河外位於九龍城區的土國環道 榮江街發展計劃 KCS16 位置就是大家看到圖馬路的紅色白石 總面積大約是6,590平方 這個項目的特點就是 它變向著兩條主要的道路 包括土國環道、碼頭圍道 以及將要啟用 大家看到好像綠色這個範圍 有一個紅色的地鐵 站出口這個位置 我們總流年面積建議是55,400平方米 住宅單位約有八角中小型的住宅單位 面積約有八呎 亦都會有非住宅的流年 有13,900平方米左右 已經包括了剛才我在上述介紹了 增加了的5,500平方米左右 作為政府、機構和社區設施用法 其實已經是佔整個非住宅部分 大約是四成的地方 估計完成的日期 隨時大約是203月 今天3月5日 我們事件局展開這個項目 隨即進行凍結人口要求 KC016的項目 估計受影響的業權大約是560個 受影響的住戶大約是830個 地保商戶大約是90個 KC016的項目 其實是承接了我們以小區為本 市區更新的規劃模式 是整個小區規劃藍牧入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們事件局近年 其實在九龍城浦瓜灣一帶 是按著這些更新的目標 以規劃主導這個模式 小區規劃的模式 有罪地進行 這個模式其實不單是 改善到個別項目入面的狀況 而更加重要的是 能夠整體重新規劃 和重整附近的範圍 意大利更大的飛翼